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在院落的上一位主人是民国三大才女之一的林书华 那个时候他常常在院里举办画家名流的聚会 齐白石 泰戈尔都曾是他的座上宾 时光荏苒 如今曾被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 已经变成对民众开放的博物馆 而这座小小的博物馆里还有一间特别的博物馆 小的博物馆里还有一间特别的博物馆 创建者秦思源正是凌书华的外孙 她的母亲是凌书华唯一的女儿 陈晓莹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 陈晓莹随母亲凌书华去英国 与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团聚 1964年 三十出头的陈晓莹 以BBC记者身份采访秦奈瑞 两人结识后成为朋友 后来跨入了婚姻殿堂 成就一段跨国姻缘 秦思源的父亲秦乃瑞 是一位有着浓厚东方情怀的英国汉学家 曾为中英文化交流 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1954年 受中国政府制邀 秦乃瑞带领由诗人 画家 哲学家 建筑师 地质学家组成的来访团 受到了周恩来总理亲切的接见 三十年后 少年秦思源则和邓颖超 有过难忘的雾面 殊不知 邓颖超和林书华 在少年时 共度于天津直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有着深深的同窗之意 所以秦思源和中国的渊源 可以说不同寻常 那么秦思源为何对老北京的声音 情有不忠 创立声音博物馆呢 2004年做了一个项目叫 都市发声 声音的声 过了很多年 我听都市发声那个时候 做了很多录音 听到了一个 2004年的出租车的打表声 然后我听到那个声 然后一下我就回到了2004年 所以我当时觉得 这个要不然我 用声音来做写经的历史 打开一个人和他自己的 记忆和感情的一个门一样 就这样秦思源开始对老北京声音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眼下他又为北京坊 打造一个声音故事 北京坊处于 大石烂商业街的一个核心的位置 历史上北京大石烂 是一个特别繁华的商业街区 它的文化其实也是值得一提的 所以我们就在考虑 就是说我们还应该有哪些手段 可以把它突出出来 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跟秦思源老师 包括花园碰撞火花的时候 就忽然发现这个声音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就像一幕的这个声音剧 在过去的一年里 秦思源已经送集到了 不少老北京的声音 不过这对于声音故事来说 还不足够 秦思源计划在一周之内 还要搜集诸如驼铃 串铃 水车等多种声音 这个被秦思源称作阿龙哥的人 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据说他手里有几十万件藏品 老北京的响气更是不在话下 您来着了 您看小的那个声音 就是没有这个圆润听着 打圆 而且它跟钟声一样 在百八十年前 老北京的街道上 总能看到大大小小的驼队 当时驼队作为重要的货运交通工具 负责将煤炭 水果 山货 皮毛等货物 从外部运到城内 而这些骆驼以靶为单位 一靶为漆头 一根绳子前后连起 为手和最后的骆驼悬挂驼铃 行进中 叮叮当当的驼铃声便会悠扬地响起 秦思源今天来 除了借驼铃 还要请阿龙哥和他一起去录音棚收录声音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 大家好 这是声音博物馆 我是秦思源 今天我们在录音棚里边有一个特别的节目 是因为我邀请了著名的阿龙哥 这个老物件要背一个钱搭子 过去老年间就是专门卖女宫 女红 这个专用的响器 买梳头油买网子 买雪花糕买年爆火 外带针头现拿 一看大门门没处理人 不行 还得卖东西 这个名字呢 不叫波隆鼓 叫换娇娘 呼换的换 娇气的娇 娘子的娘 换娇娘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等于是卖化妆品 给女孩卖化妆品 阿龙哥是个老北京民间吆喝的行家 他的爷爷父亲都在皇城脚下叫卖过 而他自己也系统地学过 老北京多个行当的叫卖声 老北京的有地方的文化在里边 你看有京剧 有平剧 还有地方吐住那种声音 吆喝的声音非常圆润 咐咐咐 咐咐咐咐火换呃 咐咐咐火换咐咐功 Astrono 换头是以前老北京最重要的响气之一 这个呢就是剃头用的响气 就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剃头的来了 秦思源觉得忙活了一天收获泼风 不过阿龙哥给满江热情的秦思源泼了一盆凉水 我跟他路过他都知道 我如果说我要没交给他 他声音真是不知道 因为我还一直在学习的 别说一个外国的国际友人来学中国传统话 最起码我刚才跟他说了还得学20年 阿龙哥的想法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这个 我做这个是有点奇怪 就是有点不正业的那种感觉 不好好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别人是怎么理解这个项目 这个不重要 我觉得我可以以内容跟大家沟通就行了 不在意外界眼光的秦思源 如今推了大部分工作 平时主要靠写评论文章来赚取日常费用 用以公寄搜寻声音这项工作的开销 那么搜集声音的过程又需要付出多少心力呢 这个声音可以分成几种 一种是当下的声音 一种是正在消失的声音 另外一种呢就是已经没有了 已经消失了 那消失的是最难搞 因为你怎么能让一个声音消失了 怎么能让它重现呢 哦 这儿有 你好 老板 这种木头的那种玉盆 你们有小一点的吗 有八十九十的 八十九十的你们这儿有 有 这个是多大的 这个是一二 哦 对 我需要这么大的那种就够了 但是差不多八十 是吧 对 多少钱啊 那个是一千五百五 啊 啊 一千五百五 一千五百五 嗯 不能再便宜点吗 木盆价格不菲 秦思源却准备买两个 他要做什么用呢 这是一个老推车 嗯 应该老北京用的那种 单轮推车 我借了一个建议是 因为我想那个路 送水车的那个声音 在旧式的北京 有一种个人出自修建的水景 这种经营性的水景 在北京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水窝子 水窝子的主人 自己或是故人 使用专门的木制水车 沿街卖水 秦思源今天收录的 就是这种推水车的声音 哇 已经装上水了 对对对 好了 行 那我们再捆一下 好嘞 好 我想试试 能不能举的洞 我就怕太多了 嗯 我试试啊 好 来 试试啊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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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正好我设备上 啊 你鞋没事吧 我鞋没事吧 你这样设备没事 这个过于自信 刚才那个拿起来的时候 它并不沉 一点不沉 然后就觉得可以往前推 问题是一个锅 它完全 那水一动 就完全不一样 幸亏有这个东西等着 看来推水车 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刘哥也反复练习了几次 接下来 秦思源要开始收录声音了 推水车 take one 好 停 停 北京以前 肯定是有很多送水的车 然后送水车是那种老的那种木头架子的那种单轮的那种推车 上面有木头的桶 然后桶里边装着水 然后那个水在里边呼啦呼啦呼啦 然后那个推车肯定在那个地面 肯定以前不平嘛 我是想还原这个声 推水车 take five 不行 完了完了 不行了 骨头掉了 骨头掉了 对对对 天哪 当时我们赶紧把这个 待会儿啊 您手里扶着点 我把这个 扶着 我扶着 太好了 哎呀 停了 就是踏掉了 我看到那个轴子 看那个轴子 特别简单一轴 对对对 好了 意外频出 秦思源实在始料不及 好在声音都被收录了下来 接下来秦思源要完成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收录驼铃声 那么到哪里去收录驼铃声呢 秦思源在网上了解到 与北京约百里之外有一片小沙漠 那里便有骆驼 在前往沙漠之前 秦思源决定去母亲那里坐坐 2010年丈夫秦乃瑞去世后 陈小莹便搬到北京与儿子秦思源同住 虽以88岁高龄 但陈小莹精神绝朔 面目清朗 他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为了钱 或者名或者怎么样 他从小就是这样 他那学武术的时候 那是苦死了 可是他坚持 因为他听说 听那个老师说 说是外国小孩受不了苦 但是我非说苦不 就在那三年嘛 秦思源在英国出生 八岁那年秦思源来到中国学习中文 出于兴趣他还学习了武术 曾经参演过电影《少林小子》 长大后的秦思源经常往返于中英两国 后来他干脆定居在中国 在彭人看来 说着地道北京化的秦思源和中国人无异 我现在要去一片小沙漠 然后那儿有养骆驼的人 那个声音故事吧 他是缺这个驼铃声 这个事就是今天必须搞定 因为明天就得 就得做这个 就是声音故事 这个就是试听 秦思源向沙漠进发 不料半路上汽车突然发生了故障 我这个水温到了 就是房间没有了 现在我得找点水 找水 多少水啊 需要多少水啊 怎么也得一升多水吧 一升多水 杨师傅 我们先凑合看这个行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余生不够 有点咱们先走 我帮您拿着 帮您拿着这个 您拿着 终于秦思源抵达了他 心心念念的沙漠 这时雨也停了 仿佛天宫在眷顾 这个搜寻声音的使者 七哥是这里租骆驼的人 秦思源在前一天 已和他交代好 但此刻却联系不上 我问那个老乡 那个猪骆驼的人在哪 我听说他就在附近 就喂骆驼 骆驼在这吃草 所以我现在正找着 应该不远了 一路打听 秦思源来到了一片树林 哎 还真是 就在这 你好 你好七哥 你好 嘿嘿 你好啊 你好 嘿嘿 您在这呢 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啊 玩手机 把手机关静音了 嗨 你真是的 打了七次电话 我以为七哥 必须得打七次电话 才接呢 我以为 你的中文说得好呀 一般吧 一般 他们有脾气吗 也有脾气吧 有脾气 咱们这骆驼吧 逊出来了 脾气就没那么大了 你摸摸什么都没事 都没事 也没事 这些骆驼性情温顺 秦思源开始收路驼铃声 录音大驼铃 Tick one 好 我们这样 我们牵着这个 至少还得牵几头骆驼一起走 因为以前的驼队 不可能是一头骆驼 是几头骆驼一起 他们脚步声啊 呼吸声 我都要录下来 好 好 那我们走 来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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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踢 哇 做梅了吧 这样做 这样做 起来太突然了 走 七哥 我觉得今天挺好的 我们把几个驼铃全拴在山上吧 然后都录音 天气也挺好 天气特别好 还有晚霞今天 对 多谢啊 七哥 不客气 来 多谢骆驼 告别 秦思源必须即刻赶回北京 他要进行最后的混音工作 这个 这个没出来 就这个 这个歌哨 就是这个是始终一直在想的音量一模一样大 然后他没有一个一个左到右的就是没有一个走向 女巫 女巫 学生 哈哈 关的 学生 惯了 做完混音 天已经亮了 秦思源换了十日衣服 就直接赶到了北京房 来调试声音故事 它是这样的 这有一个L型的公司座椅 然后我会把音箱藏在座椅里边 然后人坐下来的时候 就会听一些叫卖 有些响气 然后跟着一些效果 然后我制造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 混在一起 买小块来买小块 被冒的钱来赚钱的瓜 买小块来买小块 小块来买小块 被冒的钱来赚钱的瓜 酸甜豆汁 豆汁就位 酸甜豆汁 这就是秦思源想展示的声音故事中的一段 当然这些声音只是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一小部分 秦思源仍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社会资源 可能你说资源大家想着钱 可是对我来讲这个资源最宝贵的 是社会它的那个社会知识 因为我做的项目它在书本里边信息量很少 你这段路的是哪呢 您觉得这是哪儿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施渣海的那个脚脉 是哪儿的 天桥的 天桥的 南城的是吧 南城跟北城的就不一样 音拉得长 耳朵长 这些老北京的声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那些动人的声音里藏着情绪含着情感 因为我们现在想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一个一个的大事件组成的每一个时间 它都是一种客观性 我们大家看历史 然后真实发生的这个是这个事情 可如果拿声音来做一个历史的话 它就不是事件 它是每个人的记忆 从那种视角去看历史 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 穿越时空 连接记忆 这就是声音的力量 也是秦思源的梦想 点赞 叫什么 时间id 我给你 sid 感受转车里面多彩的温度